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刻瓦斯管线松脱了 看看店家摆设 杨先生一行人坐的位置就在最旁边 他们指控闻到了瓦斯位 接着桌底冒火 旁边就是一堆瓦斯桶 他们吓得快逃 亲眼发现这一个街头松脱 真的担心因此引爆 消防队员重返检视 确认店家营业方式 就是以一桶瓦斯连接八个左右的瓦斯炉 没有违法 但有安全疑虑 扶具有连接瓦斯管 可能民众在座位上会踢到的情形 造成瓦斯管线的脱落 我们有加强向业者宣导 扶到五分钟就马上就有主客人 他是跟我说他换了一个种换了毒质 直律店家搞不清楚意外原因之前 就马上安排其他的消费者入座 实在夸张 但是要如何避免意外 目前有小孩被困在里面 过去有店家传出因为使用瓦斯不当导致意外 担心安全问题不少业者改装了电磁炉 但是成本相对提高 天冷吃火锅要怎样吃得安心 恐怕消费者选择之前还得多做观察 三地新闻 廖国雄 注意融 嘉宇报道